你好,我是花城社区报记者崔贤 那么今天呢,随着深美兰州 今天进入国家复苏计划第三阶段 我们就来博德森的这个公共海域场来看一下 到底这里的人潮情况怎么样 而根据观察呢,今天的人潮确实是挺多的 不少家长呢,都是带着孩子来度过一个短暂的周末 享受阳光和海滩的美好时光 而随着近期露营风潮普及化 博德森的沙滩上也随处可见露营帐篷 无论是私营的还是公共区域都有不少人扎营 来自州内各地的家庭都趁着周末一家大小到博德森游玩 不过对于业者来说,尽管三周短短10天就从国家复苏计划第二阶段进入了第三阶段 但对于旅游业的带动并不大 他们说,只要政府不允许跨州 游客量就不会突飞猛进 竞排的人潮是真的还不错啦 尤其在周末 拜到拜五的话呢 会比较差一点 就是说拜到拜四啦,可以这样讲 然后我们也希望 在基隆坡这个州 这个州雪兰的州啊 他们能够是说跟我们一样也是进入发沙推或者是发沙四这样啊 病例已经跌了很多 这样子对我们的这个博德森的流液应该帮助很大 通常 都是我们这边这一带啦,都是来自基隆坡的人会比较多一点点 我相信 应该占比率会到我 应该会到70%了 所以我们当然看我们深州的这些 居民啊,不是说不能 只是因为他们 第一,他们也是太过熟悉这个地方了 他们来也是很短暂时 就是说可能只是来海边游一下泳啊 看看一下海啊 除了海域场和民宿 游客熟知的 博德森耶稣下预计面当也在9月1号恢复了堂食 第一天第二天呢还没有这样多人 昨天开始和今天开始有福庸的人 昨年他们游厂的也会出来了 今天会有一点 有一点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去 去公布嘛 我只是放肥兽说我们堂食这样 打包的比较重点 在我才四天嘛 才看到有十多巴仙这样咯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很担心这个疫情啊 一你要面对 sob 三万 第二你要面对这些 疫情的传染病 所以我们也很担心的在 在挣扎中求存啊 明白吗 就如业者们说的 无论是业者还是顾客 只要大家在旅游或进行休闲活动的时候 都严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那么疫情好转就不会是昙花一现 花城社区报记者黄翠贤 波德申采访报道